原意小婆家爱妈Candy 今天要用桂花来制作桂花糖 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知道桂花酱是如何制成的 这样子的桂花糖可以做百搭的茶饮和料理 这清雅飘香的桂花茶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今天炒的桂花糖加桂花茶 瞧这美丽的桂花 香喷喷的桂花 刚采下来的桂花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要用这些桂花来做一罐桂花酱 这就是我每一年都会做的桂花酱 这是去年做的 去年做的是用非常简单的这个密制的方式 那我今年呢 要来炒这个桂花的桂花糖 就像我之前也做过这个 姜一样的方式 那只不过我们今天要换成桂花 那桂花其实采收下来呢 会有很多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些梗子 这绿色的梗子 那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筛过筛而已 如果你要就是如果你的量大的话 其实在桂花树上面摇下来 它会它就会是一朵一朵的 就是像这样子一朵 这样子一朵一朵的 然后你必须还要把这个梗子呢 拔掉这样子 这样子才是完整的一朵 可是其实我们 其实桂花呢 你自己要想用的话 其实这个细梗也 我觉得也OK 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是最主要就是把这个过筛 筛干净 有一些灰尘杂质呢 可能过洗一下 然后你看看 这都是梗子 筛到盘子上面 下面都是梗子 你可以大概的 大致上面的过筛一下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 然后我们就在水里面稍微的浸泡 洗净沥干 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做咯 好 我们准备一个小锅 然后放150cc的水 250克的冰糖 开火让这个冰糖呢 开始可以整个慢慢的溶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桂花糖咯 当整个糖融化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桂花倒下来 你随时要搅拌 因为它很快速的这个水分蒸发了以后 就会变成浓稠 然后最后呢 我们整个水分煮到干以后呢 才会是这个很美妙的这个糖 也就是最后水分蒸发 然后糖整个糖汁浓缩 然后变成整个没有水分的时候 糖浆 然后最后变成糖粉反沙 反沙变成糖粉快速搅拌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美妙的这个糖 你看它不开始大滚了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它很容易就浇掉 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搅拌它 所以是可以很快速 如果你用小火慢慢熬也非常OK的 那它的过程就很慢很久 那像我呢喜欢快速的方式呢 我觉得就是你必须不断的去搅拌它 然后顾着这个火候 不要让它浇掉那就OK了 好 我们现在分享一下 你看它已经都大滚了两三次了 你这时候就可以看哦 你把它像我这样子量少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哦 其实它已经是糖浆了 那你这样子的你一刮这个锅底呢 它就会很快速的这个锅底呢 就有有一条线就是干掉的感觉 再画一次 好 你看看这个锅底这样一画 就有一条线 就一条线 这样一画它就有一条线 代表这个糖浆已经非常的浓稠 也就是水分都整个蒸发掉了 你就可以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样子就可以做成我们的桂花酱 然后装罐 然后整个倒扣 密封 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那今天呢 我是想要把它炒成桂花糖 所以整个水分啊糖浆都要炒干 所以你会看到它不断的冒泡 你看现在已经变到 非常非常的浓稠了 所以你离果呢 要小心哦 这时候它开始呢 整个是变成是糖浆的状态哦 所以你的火候呢 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哦 然后你必须快速的去搅拌它哦 快速的搅拌它 然后它就会很快速的 来准备开始反杀了哦 准备开始反杀了哦 看看开始准备要反杀了 我们这个过程呢 就不停下来了哦 因为其实我这个火候呢 已经是最小的火候了哦 所以是没有办法再小哦 那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用 比如说电磁炉 它的温度是可以控制 控制到最小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比较可以缓慢的方式 你看这个时候是最辛苦的时间哦 就是你要不断的搅拌哦 然后让它不要焦底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过程哦 这也就是你不断的去闻到这个 淡淡的桂花香 以及这个焦糖香 然后里面焦织出来很特别的这种浓气 浓浓醇香的香气哦 那如果火候太高的话 你可以拿到像我这样子 拿到旁边来拌一下哦 因为其实它开始差不多 水分已经开始差不多都蒸发完了哦 现在已经整个变成浓稠的糖香了 你看非常浓的泡沫了哦 你看非常浓的泡沫哦 这时候我们的搅拌是很重要的哦 这要让它变成反沙了哦 整个整个洁白了哦 然后我把火关掉了哦 它已经起白色泡沫了 就可以反沙了哦 这个现在就是利用这个锅的温度哦 然后快速的搅拌哦 你看它开始反沙了哦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赶快剥 不然 不然它就会结成硬块哦 你看 你赶快剥它就会变成像砂糖一样哦 看啊 是不是很漂亮啊 这就是最美妙的桂花糖 你吃过洗锅水吗 这个是超级美味的洗锅水 这我们桂花糖炒完了以后 其实呢 它还有一些呢 结巴在这个锅壁上面 我今天呢 我就用了大概300cc的水 来做这个洗锅水 是炒的桂花糖水啦 它这个炒的饼上面也有黏了哦 这就是最天然的桂花糖 然后这一盘就是我们刚刚炒好的桂花糖 又美又香又甜又好喝的桂花茶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桂花糖 这个就可以放了非常非常的久 好啦 我们的桂花茶完成了 准备来享用这一杯桂花茶 我把它倒下来 好 我们的桂花糖已经放凉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把它装灌啊 这样子的桂花糖 你就可以放 放得长长久久 一整年吃都ok的哦 写上日子 你看看这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桂花 然后这个就是我讲的桂花酱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制作哦 像这样子的桂花酱就很简单了哦 之前都有分享过 然后现在呢 今天呢做的比较特别的就是炒桂花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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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